最后一天的比赛拿到了第一名将奠定了自己打冒泡赛的一个事实 其实他在前几天比赛当中混战可能稳定性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越打越稳定型的选手 就是E-Star这两个选手其实都是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在这次的混战里边 包括E最后拿的这个第一确实实也是非常的不错 不过还是先来把继续小人赛的一个抽签 依然是这三张图 看一下我们这次能够给他们抽到什么样的地图 上次我抽的这次要不你来 OK 然后我就稍微打乱一下 看一看这次能够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图 我觉得西湖 其实这几次大家跑得蛮多的了 看一看就拿第一张吧 感觉有不好的预感 什么 还是西湖 那这样的话和刚才的继续小人赛的赛道是完全相同的 对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紫颠跑的一个1分11点3吧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一个成绩 看一下这一次给到阿康和E的较量会是什么样子吧 其实抛开即时挑战赛不说啊 两位选手的王图我觉得相对也比较明确 一个是霍比特 一个是海滨之眼 但是你要说在这两张地图上面的一个用车的话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真的可以这么大胆的拿出机甲去跑吗 不好说吧 因为像刚才肖色 我觉得就是他前他第二轮的时候啊 他一直在想让紫颠你拿点好车 然后我以过胜强 我打你这一次 结果打着打着发现呢 就是紫颠的同车稳定性非常高 结果没想到一张黄和马里分灵 让人一直先给赢了 就那一分赢了之后 就紫颠一下就有点绷不住了 我觉得那一场输了之后 对于紫颠来说他的胜算就不大了 对那一场输了之后 就是整个后续都有点崩盘了嘛 所以说对于选手的用车啊 我觉得还需要再仔细去考虑一下 就是包括他们赛车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确实我们要更加的 这个用心去记忆一下 因为可能真的是一辆很普通的A车 在最后这个关头 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势 是的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创世世神 跑赢了十去十者之后 那一场神都幸福横照 决定了最后一场比赛的一个选择 通常来想打到最后一局 我们的思维里边全是机甲 对 就想一想你如果多一辆机甲的话 你是本应的局 或者说你们现在都没机甲了 那就是都是A车 但是A车之间一辆十去十者 尤其一号公路一直没打 对吧 还是不一样啊 那说到这场比赛吧 俩人 炎金星 西湖 然后 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因为这一张图对他们两个而言 其实也是不太常打的一张地图 嗯 西湖的话 solo局可能算是 有些队伍喜欢打 对 但是你要说到 阿康和易的话 毕竟阿康也并不是在WZ 初战这个solo位的选手 所以他更多的是 2V当中的稳定性很高 来到solo局不知道 他的稳定性以及极限性 能不能够发挥出来 就是他在打球和公开赛的时候 就是稳子当头 嗯 但来到联赛之后呢 反倒我觉得他这种稳定性 有一点点消失了 就有段时间在他身上 其实没有感觉 是像在公开赛的时候 那么稳了 那也可能是因为 来到联赛之后 一直在打2V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solo机会 对 今天打到阿康 看一下 眼镜青西湖 双方继续挑战赛的 第一轮较量 刚才的话 主要是在凉亭处 出现了碰撞 对 看一下这次继续挑战赛 落地开赛器 两个的节奏是比较近的 看这边 压车过来 你刚才的车速控得更好一点啊 但是跳板上 阿康的细节更好 嗯 有ECU 阿康的ECU也没点出来 头又卡墙了 那第一分 第一局应该没了吧 也不好说 刚才准备 刚才也是一点几秒反超了 对 哎 阿康这边 再交第二个E过 那这是真没了 应该没有了 阿康有点抖啊 我觉得对阿康 阿康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心思纯良的一个小孩 嗯 今天的比赛对他来讲 我觉得压力应该挺大的 因为如果赢了E的话 他要打自己的队友 这个应该是这个阿康个人 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只有面对到了队友 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 再次冲击一下正赛 而这次的成绩 一分11秒50 哎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嗯 这个放刚才比赛里边 虽然说不能取胜 但是已经能够排第二了 就只有刚才子电最后获胜的那一个 11.3比他稍微快一些 是的 俩人 虽然啊 在我刚才说的都是I人 但我感觉他俩还不一样 怎么说 阿康是他对外界太过于敏感 就可能不论是在打比赛 还是说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以及台下坐着的时候 是 他一直可能是比较内向的那种选手 而且就是今天啊 也是突然注意到一个事 就他练着练着图 你可能从他身边走过去 他都会稍微就在练图的过程中 跑图的过程中 抬眼看你一下 是的 他对外界太敏感了 而I是正好相反 I对外界非常的不敏感 他就是很佛系的一名选手 对 甚至就是他接收信号 可能会相对来说慢能一点点 是的 他自己要多处理一下 来看一下这次的起步 来他看起步 I也连续刹车就碰自己的路线 阿康还是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起步 过来之后的台阶点 还是增强了 再下去了 没了 那I一定会拿到手头选择权了 我觉得海明之眼可以直接首选了 阿康跑得稀碎啊 到这局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说实话 咱看的是机器人赛啊 但阿康这一局跑得有点更引人注目了 是的 有点想接着看下去 3.6秒 但这次比第一圈强的点就在于他应该还有第二个意义 刚才在那段路必须得交易才能够上来 对 而I的话也是距离自己的第一次成绩啊 差着蛮多的 嗯 他第一次这个是1.5 确实跑得挺快 这次1分12秒19 这次1分12秒19 这话也恭喜 拿到了手头选择权 那今天E-Star的两名成员至少在计时挑战赛上都赢了 哎呀 这么一笑啊 E-Star计时挑战赛挺强啊 E-Star其实这几次可能是西湖的原因 也有可能 俩人西湖练都好 对 这西湖强度高啊 一个1分11秒3 一个1分11秒5 嗯 这可能平时 基层人赛如果胜率不高的话赖我们了 嗯 赖我们被抽到 那一西湖直接永久加入是吧 对 就半永久给E-Star当基层人赛的图 来看一下两次挑战的成绩 E的第一次1分11秒50 确实足够快 甚至说你看一下这四个人这四个成绩啊 11 12 13 16 嗯 这同秒都没有 是啊 所以阿康在第二次的挑战当中失误出现的太多了 阿康 而且他的失误其实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onda啥 怎么 我